当你下定决心绑架我的时候 我们的兄弟情谊就已经断了 云顶一号 李懿接到李福跳的电话的时候 得知李云宝被绑架 他并未觉得有多惊讶 同李福跳交谈完之后 李懿当即给黄丽行打了个电话 让他立即派人去沙头脚码头 秘密调查一下附近的渔船 看有没有一艘刚刚刷完油漆 且整艘船呈下栏上旅 且放满红色大桶的大型渔船 第二天一大早 李懿就接到了电话 咋这么早打电话过来 是不是找船的事儿有消息了 对你说的那条船确实是找到了 但不是在沙头脚 而是在三家村的一个临时码头 三家村 对而且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 李公子很可能就在这艘船上 根据我们的调查 那艘船是一周前沙头脚的一个渔民卖出去的 当时买主很着急 因此渔民直接将价格抬到了53万港币 买主竟然还同意了 这事儿在沙头脚那边引起了热议 接着黄丽行继续说道 此后那艘船就被送到了附近的船厂进行简单的修理 还刷了新的油漆 正是李毅兄弟你说的下来上例 但就在我们的人去寻找那艘船的时候 却始终找不到那艘船的踪迹了 好在这时候有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情报 什么情报 对方说他们知道那艘船在哪里 而且还说前天晚上在九龙城寨亲眼看到几个人 将一个年轻人抬到了那艘船上 话音未落 就听李毅沉深问道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知道的如此清楚 黄丽行笑了笑说道 提供线索的人你也认识 李毅舟没道 我认识 怎么我半点印象都没有 到底是谁了 还记得昨天早晨到咱们公司要保护费的那的大光头吗 是他 对 据那小子说 他昨天回去之后被猛虎帮的老大狠狠教训了一番 差点把腿给打折了 心情烦躁之余 便去了九龙城寨找乐子 接着黄丽行再次说道 说来也巧 那小子完事后便准备回去 却在一条暗像里看到有人在绑人 出于好奇便跟了上去 那你的人是怎么找上他的 我记得那家伙昨天被咋收拾的挺惨的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么关键的信息 是那家伙自己找上门来的 他也是混道上的 而我们的人调查这种事情 大多也是和道上的人打听 自然是瞒不过他的 而后黄丽行继续说道 这小子也是有目的的 他希望咱们能看在这事的份上 能放他一马 也放猛虎帮一马 李一点了点头说道 如果他提供的消息真的有用的话 放他们一马也是应该的 咦 对了 现在船找到了 咱们现在该咋办 密切监视那艘船 先搞清楚李云宝在不在船上 同时摸清楚船上有多少人 有没有枪线 随后黄丽行说道 要不要通知一下李会长 暂时不用 他现在心思早就乱了 告诉他只会坏事 也对 这时李懿再次说道 你在码头上的那几艘 有挺多家好游 人也随时准备好 一旦发现那艘渔船有出海的意思 立即跟上去 放心吧 随时准备着 说完李懿便挂了电话 然而 就在李懿准备前往公司的时候 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电话那边随即传来了李浮跳的声音 李懿先生 是我 李会长 你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吗 李浮跳沉声说道 绑匪那边刚刚又联系我了 说明情况 绑匪要你们做什么 李浮跳喘着粗气说道 绑匪要我们中午之前 务必将赎金准备好 不然的话就会切云宝的一只耳朵下来 即便是隔着一条电话线 李懿也能感受到李浮跳的愤怒 李懿略做思考 然后说道 等绑匪在打电话的时候 几个小时的时间根本准备不好 将时间拖到晚上 那他们会不会对云宝下狠手 不会 因为咱们说的这些合情合理 十亿港元的现金 就算是港英政府出手 也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准备好的 他们会理解的 好 那接下来呢 下午六点之前 对方肯定还会联系你的 到时候 你就说钱已经准备好了 并要求尽快熟人 接着李懿继续说道 不出意外的话 对方会同意的 到时候 你们只管正常熟人就行了 剩下的不用管了 好 我听你的 今天可能会有一些人给你打电话 询问这事 尤其是李少的朋友和同事 不管是谁打电话 你就说李少没事 这 这是为何 这个你不用管了 记住 不管谁打电话都是这个回答 好 我会吩咐下去的 任何人打电话询问云宝的事 都说他很好 李福跳再次问道 对了 咱们 咱们真不需要报警吗 李懿淡淡的说道 暂时不需要 但如果抓住绑匪之后 你要是觉得需要警方处理的话 我没意见 听到这话 李福跳顿时安心了不少 我明白了 那这事就摆脱了 三家村码头 一艘外表崭新光亮的大型渔船里 一帮人正围坐在船舱里 他叫张承志 原本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板 因为这次股灾来的太过于突然 将他打回了原形 还欠了一屁股债 其中不乏是和本地的社团界的高利贷 为了活命 他只能将注意打到了儿子的好朋友的身上 谁让他是港岛最有钱有势的李家的嫡系呢 老二 那边怎么说 李家说已经筹集了四个亿的现金了 但是想要筹集齐十个亿 至少的下五六七点钟才行 老三张承勇一听这话就怒了 妈的 李家那帮狗仔子是不是想要耍花招 他们李家不是号称千亿豪门吗 怎么可能连十个亿都筹集不起 不行就给下面那小子放放些 接个手指头下去也行 我就不相信心里的会眼睁睁地 看着他为一胆儿子的手指头会无动于衷 话音未落 就听旁边的张家栋急忙说道 不行 你们答应过我的 不会伤害他的 张承勇怒声说道 闭嘴 你到底是那边的 然后沉声说道 都别吵了 暂时还用不着对那小子下狠手 我想李家应该不是在拖延时间 毕竟十亿现金 确实不是这么容易筹集齐 随后 他又看了看张承勇说道 老三 你也不要和家栋一般见识 他不过是还念着旧情 毕竟李家那小子之前一直对他不错 张承勇咬着牙说道 那是以前 现在我们张家已经晚了 要是我们不把那小子拿钱跑路的话 留在这里 我们只会被涉嫩那些人乱刀砍死 张承志又看了看儿子张家栋 而后说道 家栋 老豆知道你和那小子关系好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 我们死不足惜 但是想想你妈和家灵和家祺他们 一旦我们还不起社团的那些钱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现在 我们唯一的生路就是拿到赎金 然后逃离港岛 所以哪个轻哪个重 你心里要有数 张家栋脸色苍白的说道 我 我明白 但是你们也答应过我的 不会伤害云宝的 张承志全声说道 如果李家顺利交付赎金的话 我们自然也不会伤害那小子 但如果李家敢耍花招的话 那就别怪我和你几位叔叔心狠手了 拉着那小子陪葬了 张家栋急忙说道 老豆 云宝是家里的独子 他家老豆肯定不会不过他的安危的 而且云宝之前也经常去我们家 您就算是想要赎金 也请不要伤害他 然而 张承志却面无表情的说道 那就要看李家的表现了 张承志之所以要对李云宝动手 除了因为他是李福跳的儿子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接了远东会抛出来的单子 最终才落得到公司破产的下场 所以他对绑架李云宝并不像儿子张家栋那样 心里有那么多的愧疚 随后张承志再次问道 温东 那边的路子联系好了没有 朱温东回答道 联系好了 只要我们抵达那边 他们就能给我们在那边办理合法的身份 价钱呢 谈好了没有 谈好了 每人二十万港元 咱们一共二十四人 需要四百八十万 张承志沉声说道 可以 只要我们拿到当地的合法身份 就不怕在当地生存不下去 家栋 你上午给李家打个电话 探探他们的口风 这 那好吧 老三 温东 温喜 你们先下午就回到城区 按照原计划行事 争取晚上将赎金拿到手 然后趁着夜色跑路 在和李福跳结束通话之后 李亦就在铁鹰等人的护送下前往公司 至于李云宝被绑架的事情 暂时被他放到了一边 一方面是现在救人时机不对 二是在没有打探清楚状况的情况下出手救人的话 很可能会迫使这些人狗急跳墙 所以李亦决定先忙公司的事 回头再去救人 李亦来到公司后 管理层都叫到了会议室 蓝主管 从昨天到现在咱们公司一共招募到多少资金 老板 截至昨天晚上 我们一共招募到了38億6400万港币 不过昨天晚上我们投资部这边又接到了几位客户追加资金的电话 李亦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财务部主管赵新兰问道 赵主管 现在有多少资金到位了 老板 目前到位的资金有9个亿 等一下散会后 立即给那些签了合同的客户打电话 催促他们的资金尽快到位 是 蓝主管 现在哪个银行的存款利息最高 老板 您问的是几年期限 一年吧 横隆最高 一年期为2.19% 汇丰的为2.16% 恒生为2.17% 李亦点了点头 而后对着蓝星一说道 你尽快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同时也核实一下各个银行的贷款利息 是 赵主管 我们公司的资金要是全部兑换成美刀 存入某个特定的银行 有难度吗 没有 只是我们这么大笔的资金转入转出 必须要提前和恒生银行打招呼 好 散会后 你就和恒生银行方面打招呼 就说我们的账户里的钱 要全部兑换成美刀 那存入哪个银行呢 恒生花旗 以及扎达等银行各存一下 但那些中小银行就不要考虑了 而就在众人疑惑 李亦此举是啥意思的时候 接下来李亦的操作 就更让众人看不明白了 赵主管 你散会后 再和各大银行联系一下 就说我们公司要贷款 以存入他们银行的资金 作为抵押 听到这话 在场所有的人都猛了 全都傻傻地看着李亦 老板 您这样做到底是 不等赵新兰的话说完 就听一旁的蓝星仪便直接说道 老板放心 这事我们会处理好的 赵新兰顿时猛了 他先是不解地看了看李亦 又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蓝星仪 悟性不低的他也急忙说道 请老板放心 散会后我就会联系各大银行 李亦很满意他们的反应 尤其是蓝星仪 显然他已经明白了 蓝主管 我听说贼英驻港办事机构那边 有一批地产要出手 你联系一下 要是价格不是特别高的话 就拿下来吧 是 我回头就和他们接下一下 下午五点 李亦在铁鹰等人的护送下 前往湾仔码头青龙会 之所以来这里 主要是李亦刚刚接到了 李福跳打来的电话 说绑匪下午又联系他们了 看到李亦近来 黄丽行一脸高兴地说道 李兄弟你怎么过来了 刚刚李会长那边给我打电话了 说是绑匪联系他们了 我想今晚那帮绑匪 就会有所行动 黄丽行脸上兴奋的表情 顿时收敛了回去 随后问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船上的情况调查清楚了没有 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 目前所知绑匪一共有九人 全都是亲戚关系 其中有三人曾在道上混的 但都是些小喽啰 没啥名气 有丢丢吗 暂时没发现 但是不排除他没有 那我们就得更加小心点 我们在调查中 还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就是那帮绑匪 在购买那艘渔船的同时 还买了一艘改装过的小快艇 但是目前没发现 那艘小快艇的位置 不出预料的话 那艘快艇是他们用来往渔船上 运送赎金的 毕竟靠那艘小快艇 是跑不了多远的 只要我们盯住那艘大型渔船就行 对 盯住大船就不怕小船不来 这时李懿再次问道 对了 你们平时出海的话 船只之间是如何联系的 近距离有部话机 距离太远的话 就得用无线电台了 能保证及时通讯吗 没问题 这我就放心了 正说着 黄丽行当宫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 黄丽行不敢怠慢 很快就将电话接了起来 刚说了两句 他的脸色就变了 随后 黄丽行电话都没有挂 直接对着李懿说道 那艘大型渔船有动静了 刚刚有人向船上运送了大批的物资上去 单单柴游就有几十桶 看来他们是真的准备今晚跑路了 那我们咋办 不着急 现在天还没有黑 他们应该不会这个时候行动 接着李懿继续说道 天色一黑 就让咱们的船 开到三家村码头外围 大船在三家村西南七十海里的地方待命 快艇出了其中一艘盯着那艘船 其他的每隔十海里一艘 只要接到那些绑匪已经放人的消息后 立即冲上去 将那艘大船截停 然后把绑匪控制住 晚上六点 李刚刚和黄丽行吃完晚饭 结果就接到了李福跳打来的电话 据李福跳讲 绑匪刚刚再次联系李佳 他们要求李佳将所有的赎金 全部运到一辆指定品牌的香氏货车上 并将车直接开到尖沙嘴的货运厂 到了那里之后车不要熄火 司机直接下车就行 同时绑匪也承诺 只要拿到钱 且确定他们安全后肯定会放人的 立生 我担心要是他们拿了赎金不放人 你说我现在该咋办 按照对方的要求做就行 其他的我来办 随后李佳立即让黄丽行带着船队出发 而他则是亲自在湾仔码头这边坐镇指挥 四十分钟后 李佳接到了黄丽行发来的电报 称所有快艇已经到达了预定位置 晚上八点钟 李佳再次接到了李福跳打来的电话 说绑匪已经将装满现金的卡车开走了 且将车子直接开到了尖沙嘴的货运码头 所有的现金全部被搬运到了一艘快艇上 而后隔了不到十分钟 李佳就接到了黄丽行从三家村外围发来的电报 称那艘可疑的渔船出海了 回复黄生 李云宝还在船上 不要轻举妄动 远远钓着那艘渔船就行 黄丽行再次发来了电报 称有一艘快艇和那艘大型渔船碰面了 他们在原地停了十几分钟 而后快艇被遗弃后 所有人上了大船 一路向着宫海开去 绑匪并没有放人 就在李亦等了有些心腹气躁的时候 他接到了黄丽行发来的电报 称那帮绑匪终于放人了 他们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李云宝 放到了一艘橡皮艇上就不管他了 那些绑匪则是继续向着宫海深处驶去 现在李云宝已经被他们救了起来 得知消息后 李云知道该收网了 当下他不再犹豫 立即只是黄丽行 所有船只全部对上去 截停绑匪的船 黄生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是我老都让你们来的吗 李先生并不清楚这事 是李亦兄弟让我们过来的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李少 这个问题你回去后 亲自问李亦兄弟就行了 现在绑架你的那些绑匪已经被抓到了 赎金也全都被拿了回来 你要过去看看吗 李云宝先是一愣 随即咬了咬牙说道 去 为什么不去 李云宝 我们错了 你放过我们吧 我求你了 你知不知道 我是真的拿你当兄弟 当我知道你们家破产的时候 我第一次放下脸面求我老豆 让他帮帮你家 这是我12岁以后第一次求我老豆 就为了你 但你是怎么对我的 竟然联合这些混蛋绑架我 他们还想将我杀死之后 陈石公海 真是我的好兄弟啊 捅得一手好刀 你知道吗 就在你们绑架我的那天晚上 我老豆他答应了帮你们家了 他准备借钱给你家的 你们其实不用破产的 听到李云宝的话 张家栋 张承志等人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随后便是一脸的懊悔 云宝 对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不觉得你这句对不起 比起那十亿港币太廉价了吗 就在这时 黄力行上前问道 李少 这些人如何处理 这事就不要问我了 让我老豆处理吧 听到这话 张家栋 以及张承志等人都脸如死灰 云宝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我们真的错了 李云宝听着昔日好兄弟的哀求 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当你下定决心绑架我的时候 我们的兄弟情意就已经断了 此刻 李云宝突然间觉得自己之前实在是太天真了 所谓的朋友兄弟看上的并不是他这个人 而是他身后的李家 如果没有家族 没有了老豆 他在那些人眼里恐怕什么都不是 好